旁光晶气就因为这个太阳变小了 太阳旁光晶气如果大的话 气如果足的话是气把这个液带上来的 但是如果这个气阳气大虚的话 把这个液就带不上来 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专门的去补肾阴是没有用的 补肾阴就相当于补那个肾液是没有用的 那么这个肾啊 肾它有一个总体的像 它像水一样 大家想过没想过 这个水的挂像是上面两个就是水的像 就是旁边两个阴窑啊 中间一根阳窑 那么水之所以能动 全靠中间那一根阳气啊 那个阳气实际上是让水流动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啊 那就叫真阳能够藏在水里的火 那就叫真阳火 这就是肾火的含义 肾阳的含义 如果你单纯的去补肾阴的话 而肾阳它阳动不起来 这也会造成就是 肝燥症久治不育的一个原因啊 如果呢 你能够把这个 一个是从膀胱精气 一个是从肾阳这两个角度去救治的话 那么这个症状会很快的得以改善 这就是口热舌肝啊 这个毛病是肾经的病 同时呢 连带着膀胱精阳气大虚的这么一个像 好 这就是肝脑中和症 那么还有一种像呢 就叫做口苦 口苦呢 现在呢 就是早上起来 有些人就会出现口苦的像 这个呢 是胆气上腻 因为胆之为苦嘛 就是胆气上腻 就会形成口苦 如果口苦咽干目眩 那么就是典型的中医里面的少阳的病 就是是胆经的病啊 就是 那么还会怎么样的 这个口苦的人呢 还会善态吸引 也经常的叹气 这就是胆气被压抑的像 等我们讲到胆经的时候 还会详细的去讲胆经被压抑 比如说会造成胆结石啊 或者是方方面面的病啊 这些毛病以后我们会去讲 那么口臭呢 就是口气太重呢 这就是胃的腐气上腻 就是消化功能出问题了 然后呢 同时胃气是降为合的 就是一定要往下降 如果你胃气老是往上拥的话 那么再加上腐气上腻的话 就会形成口气 这就是脾胃衰败的一个像 像这些毛病 都是后天之本受到了损害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口干 口里发甜 这个呢 就是脾病 脾呢 就是脾在胃为干 是甜味 如果这个脾的疏步太过的话 那么它就是收敛不住的话 就会上一嘴唇 上一口口里边 舌头上 那么就会出现口甜的 口干的这个像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口的问题啊 这里边呢 还要讲一下 就是咽喉的问题 就是讲完这张脸以后啊 就是咱们就接着往下走啊 往下走是怎么样呢 就是会讲到这个咽喉 我曾经说过咽喉 实际上大家不要小瞧 咽喉是大病啊 咽喉走咽喉的经脉 一共是有八条 大家看啊 咽喉 所谓咽喉是什么概念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概念组成的 一个为咽 你发咽的时候 这个咽 是什么呢 咽是水谷之道 咽是走两边的 咽 发喉这个声音的时候 喉是走中间的 喉是主声音的 所以它是气上下的通道 咽是食物上下的通道 然后喉是气上下的通道 这个里边就很不一样 那么咽既然涉及到这个食道的问题 那么它就跟胃气很有关系 然后喉呢 实际上是跟什么有关的呢 喉是跟肾和肺 因为肺是主一身之气的 所以它跟肺和肾很有关系 那么走它这里边的 这个八条经脉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条就是肝经 肝经是寻喉咙之后 就是喉咙假如这是一个圆的话 那么这个后边的部分 就是肝经 肝经是绝阴嘛 是在最深层 所以它在后面 后面从最后 然后上入肯上 直接的就是入脑的 直接到颠顶的 这个是肝经 所以咽喉后边桶 就是肾 如果加重以后 就是喉结以上 特别肝 这都是肝气外泄的像 所以会出现口苦口干的这种病症 那么呢 圣经呢 也走喉咙 就是整个三阴经都是走喉咙的 就是圣经也走喉咙 圣经所走的 它叫寻喉咙 寻是什么概念呢 寻就是走一圈的这个概念 就这一圈都是圣经所主的 那么它这样呢 就会出现整个的烟肿 然后呢气只上不下 然后呢 这儿也会出现肝痛 还有呢 三交经也走 这个咽喉啊 就是它走上边部分 然后这样呢 也会造成咽喉的 就是那个受伤啊 然后小肠 小肠呢 是寻着咽 是往下走的 寻咽下隔 底位属小肠 那么就是说的 它一直小肠 一直走到胃经那儿 它但是呢 它是从咽部这儿 往下走的 然后还有胃经 胃经呢 也是走咽喉的 所以呢 胃经走咽喉这儿呢 它就会出现净肿 脖子就会粗 然后呢 舌头 就是整个的喉咙呢 也会麻痹 然后呢 那个 它为什么会肿呢 就是因为 胃火是阳明造火 所以它就是 如果只能够上腻 不能降的话 就会把脖子这儿 就给憋粗啊 那样的 然后呢 又得不到精液的滋润 所以就慢慢的喉咙 就会得很重的病啊 然后呢 脾经是怎么样呢 脾经是夹烟的 所以脾经煮两边痛 如果烟的两边疼痛 就为脾经所煮 那么还有心 心经也是夹烟的 走这儿 走两边的 然后它基本上是 喉结以上痛 还有一条经脉 就是督脉 督脉也走咽喉 是上贯心入喉 所以呢 心力衰竭这种毛病 也会造成就是 这个咽喉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像咽喉病 大家记住啊 就是从这一点上 大家就清楚 有很多重要的静脉 都是走咽喉的 所以咽喉呢 在我们人体当中 称为咽喉药道 就是凡是上脑的 经脉都要通过咽喉症 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咽喉病 它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一个屏障 它是一个屏障 它使得很多的邪气 不可以上书于脑 现在的小孩子非常聪明 他就是有 也有用脑过渡的问题啊 他很聪明 然后呢 这样呢 所以现在小孩子经常的犯咽喉的毛病 还有呢 小孩子犯咽喉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先前所讲过的 它会出现 就是因为过时冷饮 伤废气的问题 伤废气的问题 然后慢慢慢慢 他老喝冷饮 也会走这个咽喉药道 也会使他的咽喉 出现很大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 所以现在咽喉病呢 就是当大家注意到 有咽喉病的时候 一定要要注意去看病啊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是药道 因为他再往上走 就走到脑子了 这样呢 就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损伤 那么呢 像古代呢 他广假装腺内的病 都叫做阴病 比如说 随着喜怒 只要你高兴了 然后那个 这个脖子就能小一点 然后呢 一生气了 脖子就憋大了 这就叫气阴 这就叫阴病啊 然后坚硬的 就是不可移动的 那种 就是大脖子呢 那叫食阴 这个是过去呢 也认为跟饮水啊 方方面面 比如山上的水 山上的水呢 它那个矿质含量 就是刚刚 饮下来那个水 它那个矿质含量 就很小 很少 所以也会造成 大脖子病 这就是山上的水 那叫弱水 就是很弱 那种水啊 力量很弱 所以它也会造成 脖子的病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还会有很多的 就是问题啊 那么像那个 失音的问题呢 就是突然的声音 说不出话来了 它有几种原因造成呢 一种是所谓的 就是阳 阳胜 就是阳胜已衰啊 就是 然后阳气突然的 暴音啊 这叫暴音症 就是肾虚 所造成的暴音症 就是嗓子突然失音 嗓子突然失音 会出现一种这样的 就是症状 还有一种呢 突然失音 是由于那个 这个生气 突然的一场大的 郁闷来了 然后呢 也会使 再加上受寒 外感寒邪 加上受寒 然后呢 就刻在 就是邪气 就停留在烟部这儿 然后呢 也会出现突然失音 还有一种失音呢 是不用去治的 一种失音 不用去治病的 没有问题的 就是很多的 有些妇女啊 就在怀孕 九个月的时候 会突然的出现 说不出话来 这个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中医 黄定理经理就说 这种人呢 就不用去治 只要生完孩子就好了 是因为孩子那个 就是孩子压住了 就是把那个 肾经给压破了 肾脉呢 因为肾经连舌本 所以呢 如果这个胎儿 压住了肾经的话 那么这个就使得 那个孕妇啊 说不出来话 这就是他的那个 咽喉的问题啊 咽喉肿痛的毛病 应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像小孩子 这儿呢 出现咽炎的话 如果很重的话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你再给他 吃消炎药 有可能会使他 这儿的问题 会加重啊 因为那也是 属于含良药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可以用 采取那个 绍伤和伤娘放血的方法 那么所谓绍伤呢 是在肺经的 就是正好这个末端 这个肺经啊 走到这个末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指甲的 指甲外边这一点点 这个就像 韭菜那么大小的 那么一块地方 这儿有一个穴位 这个呢 叫绍伤穴 这是肺经上的一个穴位 然后呢 在这个食指上 食指上 这个边角这儿 有一个伤羊穴 这个大家回去 可以去找图啊 有一个伤羊穴 这是大肠经 我们原先说过 就是肺与大肠 是相表里的 它们是互相通的 那么呢 这个是 如果肺气上庸的话 造成了这种 咽喉的病变呢 那么你就再 拿个三棱针啊 把这两颗地方呢 就是给它刺破 挤出点淤血来 就很有效 就是能够马上 使它这个嗓子的 这个咽喉的 这个肿胀啊 就能够削减很多 这是一种治罚 还有就是 但是这个呢 就是对于家长来说 有点难啊 就是最好能找到 医学院的学生 来帮你去做 就就很好 就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你心疼孩子 你可能下不去那个手 而且呢 孩子肯定会大哭 可是你仔细想 他打针也是哭 在这扎两下 反正他也是哭 你就让他哭吧 那样的 你就把他的手 掐住以后 马上刺血 刺出来以后 然后挤出点淤血来 他那个嗓子 甚至包括 他当时的那个高热 都能够下来很多 还有一种呢 就是耳尖放血 就是把这个耳头 窝过来以后 然后这个耳尖 或者是耳后 会有青筋 耳后会有那个 就是黑血 带黑血的那种 落脉啊 就是那个 落丝落在那 然后呢 如果那个 这都是过去老奶奶们 就是民间老太太们的 一些制法 他认为就是把这个耳尖 只要这挑破了 然后放血 然后或者是耳后 青筋放血 就可以了 就是都能够宣减 因为这个呢 像嗓子疼痛 他认为也是跟三交的 这种活有关的 三交活往上拥有关的 所以把这一放开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咱们这是在电视里讲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请专业人士 去给你去做 否则的话呢 你出现感染那样的话 就会更麻烦啊 这个 这就是咽喉病的 就是 在小孩子的问题上 可以就是 用这种方法 我们大人呢 就是 如果不怕疼的话 当然也可以试一下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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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